那你快去跟他解释清楚 你能踢我去吗亲爱的 你疯了吗 人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呢 那你也不能让我替你去啊 穿帮了怎么办 怎么会穿帮的 你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我不喜欢你 不想和你结婚 当初烈烈地拒绝就行了 算了 我不去也就去 哎呀 你看这是什么 是不是小时候 都替你打架留下了吧 记得 当时还流了好多血 哎 不是 你怎么可以随便从别人的手机号呢 我们都要结婚了 有双八的手机号不进城 谁要和你结婚 我才不打算和你结婚 你怎么能随便便就跟人结婚呢 那你第一次和我相亲的时候 怎么就要开房了呢 难道不是喜欢我吗 我没有说 既然你来相亲 那不就默认有结婚的打算吗 我是被逼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家里做生意 家族联姻 反正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你就忘了结婚这回事吧 比如这样 和我结婚吧 比如这样 说这位先生 你以为结婚是闹着玩的吗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找个人结婚呢 我可没有随便找人结婚啊 我要结婚的人是你的呀 算了吧 我才不会不许会人的 算了吧 那 我们约会吧 我会给很多机会让你认识我 认识我之后 你就知道我优点很多 而且 我各方面都很有限 你都不会不许会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我对女人很好 在和你恋爱的时候 我有信心 不会让你出轨 我才不要呢 我才不和你结婚 我也不想跟你谈恋爱 希望我们再也别见 哎 不是我男人是想结婚想喝吗 还是不结婚要准啊 你说我以前人家说的很明白 会在里面吃吗 啊 天呐 又是个妇女人 但我被她盖了 我又要被传了 现在什么情况 呃 这个 哎 你说 不想见我 不想和我结婚 就是在干嘛 我 我 我就是不想见你啊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特意请求你 不要再联系我了 呃 我说完了 告辞 但是我还是会和你结婚的 你说什么 除非你给我说一个 和我不结婚的理由 呃 原因就是 你全身上下 就没有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你说那些肉麻的话 还有我不喜欢你这张像霸王龙的脸 哎 我先告诉你了 拜拜 走了 啊 嗯 霸王龙 啊 这个呢 就是霸王龙 我知道霸王龙长什么呀 哎 我哪里长得像他啊 哎 这眼眼约约的看 确实有点像 你说什么呢你 哎 哎 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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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出去出去出去 好 好了 婚礼就放在咱们公司的酒店去下 啊 什么婚礼啊 你的婚礼啊 这么大事你也不上亲 气死我了 我 我 我前天才去相亲 你这么快就对好婚礼的场所了 你不是最讨厌老人事业吗 越快越好 我还接着抱重孙子呢 而且 你不是她的决定天使吗 对啊 她好像被我的妹里迷住了 又约我见面 我先走了 哎 段庆明发消息了 还是待会儿 我把地址发给我 你到了好好说话 你千万别暴露我的身份 就说 我害怕相亲 随便在网上租了一个人替我去 绝对不会把你募出去吧 这还差不多 跟你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去啊 哎 她为什么突然又约你 昨天 不是说的挺明白的 这不是很明显吗 嗯 啊 她一定觉得为了我大爸对着干 而拒绝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你一定会很可惜 唉 我可不是这么别的 我觉得 她当然说你说话又肉麻 哎呦 讨厌你这张 像包包容的脸 那她干嘛为啥一见我 那我怎么知道 哎 天哪 《溜应雪》小姐的雅光可真准 你这一帮人 真的有那么一点像包 嗯 嗯 不准再说了 下浪 先去什么 張